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拿着手卡表达对东部医疗的期待 启动台东基督教医院 癌症医疗大楼新建募资计划 台东人的心声终于开花结果 2017年癌症医疗大楼开始动土 2020年9月正式启用 It's my hometown Get it off 我想为癌楼做些事而已 喜爱音乐的台东基督教医院 呼吸治疗师陈家祥 以及前东基护理师董恩廷创作 Sam Love 饶舌歌曲 道出了台东人对偏向医疗的心声 爱建中心副院长郑红军感触很深 台东的肿油科医师 相对全台湾来讲比较少的 所以在台东之前 主要可以提供给病人的服务 主要是化学治疗 那目前因为我们的加入 所以让方式线治疗也可以 变成一个在台东可以提供服务的地方 这栋癌症医疗大楼就取名胖望楼 感谢超过五万颗的爱心 合力缩短台东人的致癌之路 癌症大楼目前已经启用 也开始照顾癌症患者 那我们比较想做的事情 其实是要从癌症的医房 到癌症的早期筛检 早期诊断 这边来夺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真正做到 我刚刚提到的时候 我认为一个小小的经验 是想要来降低台东的死亡 今天有人有癌症 我们不敢给他们讲 他们这边的父母或是他的孩子们 就是不给病人讲 有癌症 因为他马上就觉得没有希望 很怕很怕 现在有希望 降低死亡率 医疗端的健全就相对重要 而这样的理念 台东判了好久 身为呼吸治疗师的台东人陈家祥 跟着护理师好友的创作 MV情节触动了不少台东人的心 这也连带带出了东部地区 医疗资源的匮乏 但还好 全台各地的善心人士无数 他们拿出了实际行动 来支持偏乡医疗 让东部地区的癌友们 不用拖着病痛 还得忍受来往救医时的奔波之苦 人知卫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